哈喽大家欢迎回来个频道 2020就这么过去了 又到了年度大上 那今天和我一起来回顾一下 一年中我最爱的护肤品都有哪些 其实我有做上半年年度爱用 里面包括一些彩妆品 一个综合的爱用品分享 有兴趣的话 看完这视频记得点击 今天就是精选中的精选 我很努力的每一项 只选出了一个产品 像某些类别 其实我有分功能型 比如说美白类 驱斗类 就这样分一下 但是也是尽量选出了一个产品给大家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今年我用了很多的截面者里 像use2people 理肤全 还有一些开价品牌 包括我上半年很喜欢的Cream Beauty的绿茶洁面 但下半年让我最惊喜的就是Bosha的这款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起微泡的洁面折离 Bosha是一个很天然的Cream Beauty 没有香料 没有色素 第二个成分是海藻糖 属于小分子的保湿剂 所以它即使是遮离的 洗完也会干净不紧绷 而且官方说明也是可以卸淡妆的 如果我只是涂一个很轻薄的防晒 我就直接一步到位 用它就可以完全的把脸洗干净 没有任何的味道 但是洗完以后绝对不会像有些截面 你可以闻到那个化学剂的感觉 不是很难闻的味道 洗完很舒服 即使你后续不马上上这个爽肤水 也不会拔干 下面是爽肤水 我个人是不太用toner的 尤其是保湿型的 这种没有功能型的产品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它们不会给皮肤质的改变 就用不用都两可 你也可以用水褶梨啊 或者其他的精华去替代 就这一步省略 不省略 对我来说没有差别 但是我会推荐一款去角质的 可以在你的痘痘破了或者发炎之后 擦拭的这种爽肤水 是Cosar X的AHA BHA 它非常的清爽 就是像水一样 和你的那种保湿型的爽肤水差不太多 它没有黏腻感 还有那种很techy的感觉 也可以舒缓泛红 还有AHA其实是有一定的保湿的效果的 然后它就是像水一样 你们听 但近几个月我没有在用 因为有BHA嘛 我还是尽量避免 但是它在总体来说 绝对是一款非常棒的去痘 去角质水 精华类 我在这里不得不cheating一下了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只选出一种 所以我把它分为了功能型 它第一类是保湿类 我最爱的Purito 积雪草精华 它前五个成分都是超级不税保湿的 像有积雪草 甘油 还有烟鲜胺 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像透明质酸 多泰 原素B5 绿茶 甘草 我可以一直说下去 它里面的保湿成分就是 你感觉你物超所知 我个人认为它的质地 还有上脸吸收度 那个感觉有一点像小黑瓶 但是它没有酒精 所以更适合敏感肌和痘痘肌 没有酒精 它吸收的也很快 上脸好像一下子就被皮肤吃进去了 干皮油皮都要去尝试一下 我真的太喜欢了 下面一类是去角质类 那今年去角质类 我比较喜欢的是Vorst 这款烟鲜加水洋酸的精华 它也是水妆质地 非常好吸收的那种 非常适合油豆皮 去豆的效果很显著 像我之前不是说水洋酸适合预防大于治疗吗 但我不知道它这个成分是怎么配的 我每次用完它 那个豆豆就明显有消下去的趋势 我即使不用什么去豆的药膏 用它也可以消豆 早晚也都可以用的 如果单擦它的话也不会觉得拔干 不会觉得肝痒脱皮 因为里面添加了像透明质酸啊等一系列的保湿成分 那这个我是非常推荐给油豆皮的 美白类呢 我想来想去 还是要推荐The Ordinary的12%的抗坏血酸溶液 为什么我没有推荐纯的左旋VC呢 是因为左旋VC它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比如说PH要在3.5左右才能被激活 然后你常温保存的话一两个月 可能那个液体就变黄了 氧化了 它氧化之后就没有抗氧化的效果了 所以还不如用一个VC衍生物 相对来说更stable更稳定 然后也不容易过敏 没有副作用 适合绝大多数的人 这个VC溶液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它就是非常好吸收的那种 也是像我之前那两个精华一样 水状的不是油状的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左旋VC的话 大部分都是油包水这样子 但是这个不是它是水状的 完全不油腻 油皮干皮任何皮肤都可以擦 美白呢其实我们不光是要外用护肤品 从内到外的美白也很重要 像成年人建议每天是60毫克到100毫克的 维生素C的补充剂 或者是多吃几个橙子也是很好的 抗氧化是要从内到外 不光是为了变白 而是抵抗自由肌 抗衰老去皱纹 去痘类 我除了阿达帕林真的想不出第二个可以真正去痘的产品了 A酸 它算是比较温和的A酸了 而且在美国药店这边就可以买到不用医生处方 在国内的话可能会需要医生处方 但是也很简单 你只要长痘痘 医生都会开给你 不要去乱花钱去斯福兰买什么好几十美金的去痘产品啊 那些 钱是花到位了 但是效果不一定到位 这个只要10美金或者10美金以下 其实有很多牌子都有出阿达帕林 像CBS啊 或者李肤全 自己的或者 最有名的Different gel 它都是阿达帕林凝胶 A酸是从里到外的治疗 它是一种药物 它不是光在表皮上看起来 不太红了就搞定了 它是真正的消肿 消炎 让你从痘痘肌变成健康的皮肤 使用方法呢 也是一定要坚持 不要说我有痘痘涂两下 第二天就不用了 如果你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肿痘的话 至少要坚持用一个月以上 每天晚上 在所有的护肤品结束 护肤步骤结束之后 把它 点涂在换处 或者全脸用黄豆粒大小 薄涂在换处 千万不要后腹啊 它不是后腹的那种 一定要是薄涂 皮肤科医生认为 如果你真的是频繁长痘 像油痘肌那种 你一直用 都是没有关系的 你就一直用把这一碗用完以后 你皮肤就是有一个质的飞跃 面霜 允许我说两个产品好吗 一个是开架的 一个是专柜的 开架的 今年最爱就是 The Honor的天然保湿因子 我用完了30毫升 小的 马上去买了最大之妆的100毫升 应该能用一阵 我超级喜欢它的质地 它是用冰接铃的感觉 而涂上很快就吸收 是雾面的妆效 然后之后 真的是给你长效的保湿 因为它里面成分 是 天然保湿因子嘛 是我们皮肤自己的 那些成分 所以它不容易产生排异反应 像透明质酸 神经腺胺 尿素 葡萄糖 亚油酸 柔润素液 海藻糖 我可以一直说下去 它全部都是我们皮肤本身有的 所以皮肤不会起反应 特别敏感皮 干敏皮 油豆皮 都可以用的一款面霜 波多说了 一定要买 这个价格你还要求什么 孕期以来我一直在用的面霜 是这个Superfood Useful People Superfood 我觉得它有点像爆水霜 涂在脸上超级的舒服 脸第二天也会嫩嫩的 它其实是有香味的 有一点点的青苹果香 那在我怀孕初期啊 我用 正合的护肤品 我都觉得很难受 因为那时候孕发也很严重嘛 很神奇的是我只有用它 我才不会不舒服 算是在我初期怀孕的时候 唯一能让我坚持的护肤品了 现在冬天嘛 稍微有点干 它的保湿力度也很够 就用一点就可以抹全脸 延展性非常好 它的成分真的有点像Superfood 就是多种 维他命 好像像吃了个水果沙拉一样 你像 葵花籽油 是抗氧化的 然后维生素E 维生素C 它维生素C在这里面可是真正的抗坏血酸哦 所以 保存的时候尽量不要放在太阳光下直射 最好放在你的小柜子里面 或者护肤品的抽屉里 这样 闭光保存会让维生素C 没有那么容易失效 然后像甘蓝 菠菜叶提取 还有绿茶提取 杨柑橘提取 这些全部都是保湿抗氧化的 所以当我懒的时候 我真的除了洗脸 然后就直接上它 搞定护肤步骤 好像只用它一个也不会觉得很guilty 觉得很对不起自己 都没有在努力护肤 因为它真的添加了很多很多抗氧化成分 而且很舒适 价格也不算太贵 这个品牌算是美国的小众护肤品牌 我很喜欢 防晒产品 今年推荐两个 一个物理 一个化学的 今年其实我用物理的偏多 因为我都不太出门的 疫情这么严重 哪里都去不了 最多就去个超市 所以物理防晒作为通勤 还有居家来讲 非常足够了 下半年 最惊艳的一款 让我觉得不像防晒霜的防晒 就是 NOV的 SPF32 日本的 这款物理防晒霜 它真的是跟我之前用的不一样 首先说它的成分好了 12%的氧化芯 成分率表相当短 还有一些抗氧化的比如像甘草还有文生素E 帮助舒缓消炎 然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像 日霜 是那种好像皮肤被吸收 被皮肤吸收的感觉 不是说 浮在表面的物理防晒霜 因为大部分物理防晒霜 你多多少少你都觉得它是在外面去block UV吗 它不会说被皮肤吸收 它就有点感觉像你平常的乳液一样 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反而我用它比用乳液用的多 因为它实在是太舒适了这个肤感 我目前已经想不到比它更是个敏感及个孕妇的物理防晒霜了 绝对是 不光是年度吧 可能是史上最强最舒适 最特别的物理防晒霜 化学防晒霜 下半年用到非常喜欢的是这个 KEEP COOL 竹子精华化学防晒 它的质地超级水润 就像没有涂一样 没有二本酮和桂皮酸盐 孕妇敏感肌都可以使用 像它我涂在眼周 也是完全不会刺眼睛 蜡眼睛 和这个NOV是一样的 它们两个都是可以涂在眼周的 那我顺便说一下吧 因为 KEEP COOL这款它也是韩国防晒嘛 因为PURITO的这个丑闻事件 让大家可能对韩国防晒霜没有那么信任了 我觉得首先 不能一杆子打死所有人 PURITO公司其实还在调查中了 我们还要等它最后的结果 然后说这款它和PURITO不是一个厂商生产的 它的厂出厂厂家是不一样的 成分也是不太一样 虽然也只有两个成分 它是Tinosorb S 还有 Umino A 所以它防 UVA的防护会比PURITO那款 积水草防晒药更强一些 当然 如果你还是很担心 那就不要用它 去用比较防护力强的像李富泉或者 拜德马这些 我之前在小红书上看见 有人的评论 不是我的评论是别人的帖子 有人在下面说 说我用这个 物理防晒 他说的可能不是这款 就类似的物理防晒 我用它 去外面爬山 爬了两三个小时 回来以后 脸特别红 这个说明这个防晒霜质量不好 你为什么要用物理防晒霜去爬山 物理防晒霜本来就是通勤上班 居家使用的 如果你想去上山下海 就要用防水类 UV这个filter就是它防晒剂要多于三四种以上的这些 防护力高的防晒霜 你去爬山 如果你只用一个zinc oxide 一个氧化芯 你指望它能给你多强的防护吗 你说到这里我要生气了 孕妇不能生气 但我知道 看我 视频的小伙伴 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我们平常用的这些防晒霜 它就是居家通心使用的 如果你想 户外运动有专门的防晒霜给你用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防晒霜大赏 里面最后有推荐像贝德马呀 或者 像欧洲的李肤权大哥大 这些也是非常适合 户外使用的 所以不要用它们去爬山 好吗 你平常出去 就是 时间短的那种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这种肤感好的 毕竟防护力强的这些防晒霜 它的UV filter比较多的这些防晒霜 它给皮肤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平常没有必要使用防护力那么高的 像普通的这种防护 就够了 好吧 这就是我对 这个pureto的一点点个人见解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说法 那你对 眼霜我今天没有用到特别喜欢的 尤其保湿类的我觉得就是 用不用都两可 和保湿型的爽肤水是一样的 但如果你想要功能型的 你可以选择像 湿黄唇类的眼霜 或者是 咖啡因精华类的 可以去黑眼圈 好下面说 面膜 面膜这个我一定要说一下 这是我一直都没有跟大家说过的 下半年一直在用的面膜 是这个 Beauty of Johnson的 鸡血草 舒缓面膜 你看它这一张 是有点透明的感觉 我之前不太用纸妆面膜 是因为大部分都含有很多的香精 还有刺激成分嘛 你敷在脸上 敷个十分钟 你没有痘痘都要敷出痘痘来了 但像这个呢 就没有任何的刺激成 精油还有 像香料什么都没有 然后它的成分也非常的安心 像有鸡血草 烟鲜 人参 绿茶 透明脂酸 还有水解透明脂酸 就非常保湿的面膜 然后烟鲜也有一定的提亮 去豆控油的效果 里面的精华液 特别的多 敷一个 我大概敷个 10分钟到15分钟的样子 你明显之后上护肤品 吸收的更快 第二天皮肤真的非常的水嫩 然后它也满平价的 它一盒是有10个妆 价格也不算太贵 我还很推荐 任何肌肤都可以用 像爬山什么的 晚上回来就直接敷这种面膜就好了 千万不要敷那种美白的面膜 如果当你皮肤受伤或者发炎的时候 一定要敷这种舒缓的面膜 好以上就是2020的护肤总结 希望你们看的开心 如果你还想看 某一类的 像某一类的top5这种的 都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不要忘记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给这视频点赞 我们下期见 bye by bwd6